像我们现在这个 那这边注意 因为资料库它的 资料库 它的结构 也类似E-Sale 也就是E-Sale里面的 最外面这个叫 工作簿 就Workbook 其实Workbook就类似于 资料库 就一个资料库 然后在E-Sale里面的 这个叫工作表 叫Sheets 或者叫Worksheets 那在SS里面 就叫资料表 或者叫Table 然后同样的也有栏位 栏位名称 那在SS里面 它通常没有横向 没有横向的栏位名称 所以通常栏位名称 一定都放上面 那不过通常会在 第一栏里面 而不会有第二到 就是中间不会有 空白栏的问题 所以我们第一 而且没有空白列 那怎么办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的 预先帮什么 帮那个我们需要的资料库 可以在旁边先新增一个工作表 然后因为为了汇入方便 所以我们在这边旁边先增加一个 为了资料库 而产生的一个什么资料 的工作表 然后呢 把这个范围抠过去好了 因为当然你也可以汇入过去是不会有问题 但是你还要必须什么删除这一列 然后还要删除这一栏 干脆你把这个部分复制之后的话 贴到这边来 那将来如果你要汇入之前 建议是不要有任何的空白栏跟空白列 因为这样会造成你汇入到资料库里面还要再处理很多事情麻烦 打不如怎样 干脆就先有个这样的结构 那我们希望在SS里面产生有总共五个栏位 这五个栏位里面呢就是包含什么 包含这些东西 姓名 身高 体重 性别 标准体重 OK 好 那第一个 先在问题一里面先产生 OK 然后把它存起来好了 我建议是把它干脆 等一下你们干脆都放桌面上好了 比较好找 那比如我demo的时候我就用在桌面上好了 比较不会说到说又找不到东西 好 然后这个第一个 我的 这个叫问题一 然后我如果希望产生一个SS资料库的话 那这个最快速的方法 当然你可以在office里面找到SS 那不过我们重点不再叫SS 重点是怎么样 把Excel的资料汇到SS 其实非常简单 里面的话用汇入功能其实最快 那这边的话干脆叫做问题一 名称的话 资料库名称也叫一样的 早期中文可能会有问题 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好像比较没有发生的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开启它 放在那个桌面上好了 一样放桌面上 而且是放在跟Excel一样的 OK按建立就可以了 建立之后的话呢 再来外部资料 上面有个外部资料标签 那你可以从Excel里面汇入 汇入那选取它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桌面上就有一个Excel的 的一个档案把它开起来 这个时候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它会有让你选哪一个工作表 那我讲过 其实工作表对应到的就是 这边的资料表 也就是我们 如果你Excel里面有那个 任何工作表 其实都可以一个个把它汇到 SS不会有问题 它们两个之间是互相可以 相通的 OK 好那这边的话我就汇入不是这一个 因为这个你变成麻烦 你要删除这一列 然后还要再删除那个空白蓝 麻烦你干脆选这一个 因为我们已经把它做好了 按下一步就可以了 然后第一列 有没有第一列就蓝名 所以第一列刚好抓到 就蓝名按下一步 再来的话呢 里面的资料 一般可能需要资料形态 主要当然就会有几种 一种就是文字 一种是也没有小数点的 没有小数点的通常会给 长整数 当然有长整数跟整数 那这两个什么差别呢 其实如果说你这个整数 印象中如果早期